中国疫情失控 医疗措施又跟不上 在疫苗接种不足以及先天性免疫力欠缺的情况下 有许多中国民众对国产疫苗效率也持有怀疑态度 外界担心 中国的疫情恐怕再次会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 目前 美国 德国都相继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协助中国对抗疫情 但是都被中共当局拒绝 中国各地疫情持续扩大 中国在12月上旬松绑防疫措施 感染人数突然暴增 不过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数却异常的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2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讨论了疫情情况 并强调疫情资讯透明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表示美国是最大的中共病毒疫苗捐赠国 已经准备要继续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们的对抗疫情 到目前为止 中共政府尚未提出需要援助的要求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 也明确拒绝援助 与此同时 主动提出援助的还有德国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德国总统日前与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 愿意提供数亿剂疫苗协助抗疫 却遭到了拒绝 中国国产疫苗成效一直被质疑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许多中国人怀疑国产疫苗的安全性 不愿意接种国产疫苗 评论人士表示 中共不承认中国的疫苗不合格 国产疫苗是个骗局 而中共则是这场骗局的推手 中国疫情防控管理部门国家卫健委12月26日发布公告称 将中共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 并宣布自明年1月8日起解除对中共病毒感染的假例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中共病毒感染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 同一天 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还发布了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以利医管的总体方案 明确将中共病毒感染从以利甲管调整为以利医管 并强调此举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调整防控措施 对中共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 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等等 中共当局本月初放宽严厉的防疫措施以来 全国中共病毒感染人数多次在官方统计中打破了美日的记录 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国家卫健委停止发布美日疫情信息的举动 不但会导致感染和死亡数据进一步失真 而且意在逃避盲目解封的责任 中国疫情持续上升 染疫和死亡人数也在急剧增加 各地医院患者拥堵 病毒馆爆满 失衡遍地的画面频繁传出 员工透露每天都要火化大量尸体 部分病毒馆内有人被发现卖号赠钱 引发了现场已排队数小时的民众不满 双方爆发冲突 警察来了也没用 中共开始封锁消息 北京已经派警察接管了火葬场 12月25日 网传北京各大医院的太平间全部放满了尸体 尸体无处存放 当地政府就把于全营的一个冻肉冷库也放满了 共15000具尸体 很多尸体已开始放在冷库的外面 12月26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有知情人数透露 殡仪馆和医院惨烈的场面传出后 引起了官方的不安 目前北京的所有殡仪馆都已被民政局和警方接管 所有遗体只能由殡仪馆去接 不允许亲属自孕 北京多家殡仪馆也证实 目前确实不允许家属自孕遗体前往 必须由殡仪馆的车街 或者120的车送达 北京东郊殡殡仪馆人员还说 现在火葬场外的街道上 已不允许民间的运势车辆排队 中国国内疫情大爆发之际 官方却宣布从明年1月8日起解除入境隔离措施 并恢复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很多国家担心 三年前武汉疫情扩散全球那一幕可能会重演 各自调整了入境管理措施应对 并将中国列入了检疫查验的重点国家名单 中共在12月26日晚间宣布 从明年1月8日起 将中共病毒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医管 依据相关法律 对感染者不再进行隔离 另外也取消了境外游客入境中国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但游客需要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同时还有序恢复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中国国家卫健委也发公告说 将新冠病毒改名为新冠感染 这标志着中国将逐步解除严格的边境封锁 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 消息发布后 全平台国际机票瞬间搜索量计增8.5倍 签证搜索量暴增10倍 去哪平台的国际机票搜索量也在15分钟暴增了7倍 中国快速放开疫情管制 同时又以各种方式压低相关死亡数据 有殡议馆柜台贴出告示 要求办理的家属承诺死者并非死于中共病毒 还有网友说 医生威胁死亡之名上不能写新冠肺炎 否则不给火化 近日在公众平台推特和微信上 都流传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殡议馆大排长龙 或是在火葬场排队拿号等待的影片 还有影片称 医院太平间内 冰柜早已不复使用 更多包裹好的尸体对放在室外 尽管如此 中共近期疫情大爆发 究竟有多少人染疫死亡 官方无法给出可信且有效的数据 中国的东台麒麟政策在扁月初突然结束 又在疫情大爆发之际 中国宣布从1月8日开始取消所有出入境限制 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关注 相继出台了对中国旅行者实施入境限制措施 因为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中共病毒感染浪潮 并因新变种的出现而扩大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2月28日宣布 美国将从美东时间1月5日临时起 要求所有从中国 包括香港和澳门 出发入境美国的2岁及2岁以上的旅客 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中共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此项要求也将适用于从中国出发途经第三国中转抵达美国的乘客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鉴于中共提供的病例数据有限 美国此举是适当的 但也有人担心 新规定的实际效果或许不大 意大利卫生部长也在12月28日宣布 意大利已经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检测 日本将从周五起恢复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性PCR的检测 也限制了直飞航班的机场数量 欧洲、印度、马来西亚、台湾等多个国家在北京宣布 从1月8日起取消入境检疫后仅24小时 就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制 中共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第一波疫情最高分冲击没有出现大面积重症死亡 就在同一天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朱东华透露 此次疫情不仅患者数量多 而且危重病人高达80% 医院不只是缺人手还缺仪器和设备 中中久禁令医护人员和公众质疑 重症风险被严重低估 这是它从医3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也泄露了重症患者数量巨大的事情 中共疫情肆虐 染疫死亡人数巨增 而国内的退烧药其缺 惠瑞制药公司生产的中共病毒特效药成了强首获 由于供应紧俏 由每核2300元炒到了15000元 有报道称 这种抗疫中共病毒的特效药 已经成为中共权贵之间的馈赠品 加剧了当地的药荒 中国中共病毒疫情造成了大量中症染疫者和死亡 舆论质疑并非是奥米克戎毒株 河北省疾控中心人员披露 河北 北京参加着德尔塔变异株 大规模交叉感染还造成了更多变种 研究人员指出 这两种变异株进入人体后 可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 从而加重病情 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 12月30日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视频会谈 根据路透社报道 习近平告诉普京 面对困难的国际形势 准备增加战略合作 普京邀请习近平2023年春季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两国领导人视频会议的介绍性发言中 普京说俄中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稳定因素正在上升 在深化两国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 普京称在整个俄中合作的综合整体中 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有助于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关键地区的稳定 双方的目标是加强俄罗斯和中国的武装部队之间的互动